台北市立文獻館歡度70週年 特別舉辦第70化台北市立文獻館典藏特展 市長柯文哲以及眾多嘉賓也共襄盛舉 柯文哲表示 對古蹟的重視與保存是文明國家的特色 文物史料是民眾的集體記憶 期盼未來能繼續保存成為台北市歷史的一部分 我們台北市文獻館是從民國41年就開始 那麼到現在70年了 這70年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你知道 剛好記錄了台灣歷史上變動最激烈的這段時間 文獻館成立以來當然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這個資三岩死前遺址的挖掘報告 我們台北市很多古蹟的調查 字書的編傳 還有一個是台北文獻的記刊 主題專書紀錄片 還有一個口述歷史 特別是我們都不知道 沒任的台北市長都有做口述歷史 因為歷史的保存還是很重要 不管當時有什麼樣的衝突 我是認為發生在台灣土地上的 就是台灣的歷史 所以應該把它忠實地保存下去 至於後世要怎麼去判讀 英文叫interpretation 那是後代人的事 我們這一代是作為文獻你知道 就把它好好保存 那這幾年來我們更開始利用數位保存的技術 這會搜集更多的東西 那麼到現在為止 文獻館大概搜集了15000件的史料 那這次的特展你知道 就有164件是原件 還有212件是利用這個數位應用的 不管是電影啦 海報啦 照片等等你知道 那紀錄了從清代到戰後政府來台你知道 這裡面展出的東西相當多 包括這泰雅族的貝珠衣 貝殼的衣服 還有很多古代的契約等等你知道 反正就是這樣 這種歷史的整理 有時候 我發現比較文明的國家 才有辦法去整理歷史 所以這個對古蹟的這種重視跟保存 也是一個文明國家的特色 那麼文物史料是大家的集體記憶 那所謂的文獻館 就是如何收集跟保存這些集體記憶 然後再傳到下一代去 那當然這是最後變成一個城市你知道 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期待文獻館 在這70年來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在未來的時代你知道 繼續保存台北市在每一個時代 應當被記錄下來的東西 然後再傳到未來你知道 讓他們都成為是我們台北歷史的一部分 展覽打造六大主題情境 包括紙上符身、鮮畫東西、繁景圓箱、和風席席、繪聲繪影以及一夜台北 打造舊食書房、畫室、古早雜貨店、起樓店家以及電影院等懷舊情境 以創意而精緻的手法 帶領民眾走入充滿故事的文物宇宙 在這70年當中 台北市立文獻館的前身為文獻委員會 從文獻會成立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們經歷了非常多的這個事件、活動、記錄 還有出版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這當中非常謝謝我們的學者專家 我們的委員們對我們的提息 對我們的協助跟對我們的指導 我們文獻館呢 除了剛剛市長有提到 就是我們點藏了非常多的歷史文物之外 那這些歷史文物呢 它不一定以珍貴 不是以它的價值來作為珍藏的首要目標 但是它以紀錄人類歷史當中 作為見證物的主要目標來作為選擇 剛剛市長也有告訴我們 我們總共點藏了有15200多件的點藏品 那這15000多件的點藏品當中 經過了數位的轉化 經過了點藏的一個解讀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在現場 呈現了這樣子的一個點藏故事 我們以第70話來作為這個展覽的主題 那這個展覽是由館內年輕的編轉 策劃、規劃、挑選 然後經過解讀 然後再經過我們外部 我們合作的場的對象 也就是我們主點設計 鍾先生所帶領的年輕團隊 跟著我們大家一起 還有我們的故事studio 這樣子的一個台灣目前新興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故事團隊 來跟我們一起共同為這個策展的內容 來做出付出跟努力 所以在現場當中 我們希望以六個主題來製作六個氛圍 在這六個氛圍當中 我們來看看台北過去這些歷史 這些人物 這些文物留下來的風貌跟風景跟風情 希望能夠在這些文物的當中 我們看到更多台北市過去的歷史故事 對我們最近將來還有未來的久遠的未來 都能夠產生無窮的勇氣 文獻館走過70周年 館長詹樹貞感謝共同參與 以及見證這段歷史的貴賓 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徐雪姬 則是系數文獻館的過往 甚至曾經差點被廢除 我大概在1978年1979年那個時候 才開始幫台灣文獻 台北文獻會工作 這主要是剛剛詹館長講的 就是有關於台北市的祈禱座談會 我想台北市文獻會 一直到今天的文獻館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承 就是有關於座談會 這一個傳統一直到現在 我想我們在台北文獻裡面 都會有一篇非常精彩的座談會 不僅是對各行各業的 還有對於歷史名人當時候發生的事情 這種事情都可以成為大家收集 共同記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也見證了台北市文獻會 從委員會變成管 有一陣子在謝曉映局長的時代 準備要廢台北文獻會 那時候我記得是翁志聰當主任秘書的時候 我們一群學者一直跟謝局長說 千萬不要廢 這個是好不容易存存到今天 他的功能跟台北故事館 跟什麼博物館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希望能夠 那當場也有一些學者主張把他廢了 不過最後沒有廢 我實在覺得非常的高興 如果當天我們不發言然後讓他廢了 我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了 這是我見證 見證文獻會的一個轉折 第70話台北市立文獻館點藏特展 即日起在西本院寺廣場 術星會館展出至10月9號 歡迎民眾前往觀賞 感受台北市70年來的時代變遷 與城市風華 記者李奇會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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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